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学校里的高人气学姐高三的童生勤子在一天放学后主动约她表白心悸 诉说了因为自己因为已经暗恋一年多 但是明年即将毕业不愿意埋没这份感情 这种送上门的肥肉怎么有不吃的道理呢 男主大小偷一起点的像波朗鼓一样心里哪个美哟 本以为这就是最大惊喜了 然而第二个惊喜更是天降大雷 因为母亲早早去世 单亲家庭 长大的男主 父亲突然要重新组织家庭 双方家庭见面 男主才发现后妈竟然是情子的妈妈 同时见面的还有情子的妹妹 申结 等于父子同时搞上人家 母女俩这审美也是有遗传的吗 然而问题随之而至 因为男主父亲坚持要求入籍领养姐妹俩 这样就导致以后男主和情子无法在法律层面上结婚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情子决定在父母出门度蜜月返回之前的一个月里 两人生米煮成熟饭 赶紧怀孕 逼迫父母同意两人的事 于是没羞没骚的造人运动开始了 看完故事介绍 估计各位观众老爷们和我一样一脸懵逼 你们这什么脑回路 直接告诉爹妈 两人早就谈了对象不就完事了吗 为什么要绕这么个大圈 而事实上解线最后的处理 也就是向父母直接坦白 这不纯纯多此一句吗 这种骚操作导致这个故事里 这俩货没修没臊 不分时间地点到处开战 你们这哪是学生上课啊 完全是加急配种吗 如果有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这是最近我们这个频道 第二次提到维维约这个画师了 上一个作品 Lovelycation 我给出了很好的评价 她在本作里笔下的姐姐 情子色气度在线 又大又郁 再加上性格各种主动勾引凉骚 实在是太香了 但是副作用就是为了反差对比 姐既然温柔 那么妹就必然傲娇 加厌恶男主的设定了 本作的三条线 姐线 妹线 后宫线 非常中规中矩的配置 如果说姐线一路啪啪 疯子成婚 还算正常 那么妹线的设定就颇有些阴间 我原以为是要搞出三角关系 情感拉扯剧情 结果妹完全是心狠手黑 直接NTR姐姐以后 横刀躲爱 先下手为强 这么温柔的姐姐 惨遭爱人和妹妹的双重背叛 实在让人不太容易接受 而后宫线的剧情 完全说明了一个道理 有竞争 就是好 才不用管着你们 断着装逼 女主一旦被发现自己正宫位置不稳 才会把任性收起来 笼络人性的温柔 全部逃出去 为什么你牛爷爷 每次都让年轻人 努力让自己变优秀 就是要让你周围的人 形成自发的竞争 这样你才能 理最大化 与取求 选择多 主动权 就在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 同一个妹子在和假交往的时候 各种任性刁蛮 刷脾气 和乙交往呢 却小鸟依人 温柔可爱 懂事贤惠 你以为是他 改脾气了吗 大概率不是 真相往往是 一 条件更好 选择更多 周围竞争更强 男女交往是个互相调教的过程 把你的恋人调教成你想要的样子 需要的不仅是智慧 更是资本 切记 切记 综上所述 怀孕了 不让父母知道的性生活 朝午节那天 我给69分 一个很短小的同居恋爱型拔作 玩的快的话 两到三小时就可以通关 因为没有其他男配 所以牛头人想看的 并没有 福利管保 使用度也有保证 可能有的玩家会感到奇怪 这里面不是有一个女配 学校的戏剧部长 甘云出云吗 按说这类女配总要有点戏份 贡献一点福利啊 怎么露了个脸 就没声音 没图像了呢 诶 那你们不要着急 这是因为竹子社想圈前 在三个月以后 单独推出了甘云出云天 玩的 感觉比本片还要四季 这个作品我们今后还会提到 请您期待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在我的通谈制定里 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订阅 打个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好久不見